很高兴又在福音宜兰Q&A的时间里和大家见面 今天我要和大家思想的一条的问题是 真的有天堂和地义吗 如何证明有天堂和地义呢 那么我还是想原须我上一次所讲的 就是人有灵魂吗 天堂地义是圣经的启示 圣经很清楚告诉世人 人死之后不是一了百了 随书曾经论到一句话这样说 他说引到永生的那条路呢 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引到灭亡的那条路门是宽的路是大的 走上去的人也多 人生其实就像两条路 人就是在这一个辞职路口 到底我是走往永生的路呢 还是走往灭亡的路呢 信耶稣本身就是一个抉择 那么什么叫引进永生 什么叫引进灭亡呢 永生乃是指着信耶稣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 然后有到这个永远的生命 将来灵魂就得救了 而照着圣经的启示 当人离世之后 信耶稣的人 他得到永远的生命呢 他一生的罪得到赦免呢 他将来灵魂呢 就是到了乐园 乐园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喜乐平安的地方 这叫乐园 然后 为信耶稣呢 他承担他自己一生所犯的罪 由于他拒绝上帝所预备的救恩 不肯相信 不肯接受 就要承担自己一生所犯的罪 面对上帝的审判 那这个审判的结果呢 就是灵魂的灭亡 而灵魂的灭亡在哪里 就是先给丢在第一的 要是这个阴间的火福利 小火福利在阴间 然后将来 到了审判的大乐 耶稣基督回来审判的大乐的时候 就是 所有的死人复活 然后经过了审判之后 最终的结局 就是信耶稣的人 不仅是乐园 甚至是到了 圣经所说的 信耶路撒 就是一般人称为天堂 永远喜乐 永远平安的地方 但不信耶稣的人 就在 成为第一的火福利 烧着的流放火 永永远远的受痛苦 那一个迷惑普天下人犯罪的魔鬼 也称为那二者 也同样受审判 给丢在第一的火福利 这是最终的结局 那么 现在我想 先花一点时间 再探讨有关灵魂的问题 因为对我们来说 若是人有灵魂 那就关系到 到底我灵魂的去处 将来的归属在哪里 是天堂呢 还是地医呢 是乐园呢 还是阴间呢 这是事关重大 所以人生 除了为了今生 许许多多的忧虑 重担责任 在那边忙忙碌碌 为了一些享受 在那边忙碌碌碌之外 还有一件事 很要紧 就是我要为我的灵魂 为我的灵魂 找到一个归属的地方 今天许多人在地上 尚且为了身体 为了家人 他买一份保险 但是我们是否 有为我们的灵魂 买一份永远的保险 而这个保险是关系的 我因信基督耶稣 将来我灵魂在热眼 将来我在天堂 永远喜乐 永远平安 在那里再没有悲哀 再没有眼泪 再没有哭泣 再没有悲欢离合 再没有人生一切的痛苦 只有喜乐 只有平安 只有赞美 只有享受神的恩典和同在 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非常的切身 我记得上一次我曾经论到 人有灵魂 因为神造人的时候 把灵摆在人里面 同时呢 还有一个很特别 神造人的时候 人的价值 是在灵魂 人的价值在于人有灵魂 人有思想 这个人有灵 但是动物的价值 在灵魂的价值在于身体 为何我这样说呢 我请问 若是你所最崇拜的一个名人 当他离世那一刻 说把他离世的躯体送给你 你要不要 没有人要 因为当他灵魂 你离开他身体的时候 他的什么价值没有了 但是若是反观 一只牛 当他被杀的时候 哇 他全身都是宝啊 牛肉 哇 可以卖很多钱 牛皮 也可以制皮衣啊 皮鞋啊 皮带啊 全身都是宝 连牛骨啊 有的牛骨也来做很多 艺术品啊 你会看见 这个动物 他的价值在体 人的价值在灵魂 人是万物之灵 那么 人的灵魂是永存的 所以圣经有一句话说 在传道书那里说 神造人的时候 把永远摆在人的里面 这很奇妙 神造人的时候 把永远摆在人里面 动物没有永恒观 只有人类才有永恒观 我告诉你 人之所以痛苦 是因为人有灵魂 人有永恒观 人会思想到将来 未来 但动物不会啊 所以呢 人呢 许多时候 就会一有病痛 就立刻想到 会不会是癌症啊 会不会是节症啊 然后呢 开始惧怕了 人 一点 繁星上的 逆景一来到的时候 就会思想到 哎呀 这次结枉了 这次股票市场大跌 可能完蛋了 什么都没有了 人总是 一有什么 这个逆景一来到的时候 风吹草动的时候 人那个忧虑啊 不是仅仅明天 是明年 十年之后是将来 所以人生的痛苦啊 就是因为人会意识到 唯一意识到自己会死亡的 动物不会 你有没有看见 一只牛 他明天要给人宰杀之前 他今天晚上失眠睡不着 哎呀 明天我就要被杀了 我很惧怕睡不着啊 失眠啊 忧虑啊 没有 因为上帝照他的时候 没有把灵摆在他里面 他有一点魂的作用 所以圣经在言文里也说 神造各种其类的动物 是各种魂 他的魂是很低等的 有一点意思 这个低等的就像 这一个 这一个在圣经 叶伯记里面 有一句话这样说的 他说呢 上帝造动物的时候 他特别提到什么 他说上帝没有 把智慧赐给他 他也 没有悟性 他也没有悟性 就是他没有这个智慧 认识神的智慧 也没有悟性 动物没有 悟性就是理解力 他没有这个理解力 但是人不同 神造人的时候 把智慧赐给人 神造人的时候 是把灵魂赐给人 动物只有一点魂的作用 低等魂的作用 但是他绝对 不像人家 有灵魂这种 然后我们再来说 神造人的时候 把永远摆在人里面 这永远就是灵 肉身是短暂的 几十年过去 灵是永远的 所以我们看见 历史上纯始王 当他拥有江山的时候 他就拆派一队人马 要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 当然找不到了 据传说 后来派来一队人马 到处寻找 找不到那队人马 不敢回来 就跑到日本去 我们知道 许多做君王的 做皇帝的 都盼望万寿无疆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 人都在死的全世底下 正如圣经所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 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却有审判 今天赵物主把良心 是非之心 摆在人里面 告诉人将来有审判 天地良心 说出了将来有审判 俗语也说 今世不报来世报 一个人 连一个大奸大恶的人 他离世之前 要说几句良心的话 这也是俗语所说的 二人将是其言也善 当一个最大二级的人 他离世之前 他良心还是发现 他还讲几句善良的话 他好像写得 冥冥之中有一位神明 他主宰着来世的审判 动物就不同了 你有没有看见一只狮子 他离世之前 我一生吞吃了太多 其他的动物了 我良心发现 动物没有良心 野兽没有良心 但是神造人的时候 把良心摆在人里面 良心这个机构 如何不由得人自己做主 同样的 犯罪的权势 也由不得人做主 犯罪之后 就良心审判 说将来有造物主的审判 所以按着定命 人人都有意思 死后却有审判 死不是一个了解 死像是一个盗门 把人带到将来神的审判台前 然而神爱死人 他裁判他独生儿子 僵尸 拯救死人 好 这里我插出去回答一个问题 因为有的朋友 他经常关心的 我家中很喜欢的宠物 他离世了 他断气了 他死掉了 他死掉了 怎么办啊 哎呀他到底有没有灵魂呢 他有没有归宿呢 那我就照圣经的真理 很坦白地告诉你 圣经在传道书那边 虽然有句话说 他说呢 他原来是说 动物的魂呢 是往地下 然后人的灵是往上升 其实在言文的意思是 人的灵 人是有灵 灵是往上 动物的魂 言文也是灵那一个字 但是它是 是另一个发言 是气息 动物是气息 动物的气息往下 意思是说 它是从土造 神说有就有 创造万物 结果土归土 灵归赐灵者的神 这也是另一句话所说 所以呢 动物离世的时候 它气息离开了 所以呢 就没有灵魂永存这件事 真是一了百了了 但是 人就不同了 人离世之后 灵魂是有一个归宿 是阴间 还是乐言 面对将来的审判 是第一 还是天堂 就 是否相信 接受耶稣做救主 当然 当你的宠物 离开你的时候 你舍不得 我也盼望 上帝安慰你 但是真正的安慰 还是你早一点信耶稣 你就得着真正的安慰 好 现在回过头 我们来思想 我们知道 这一个 人有灵魂 所以人活在地上 一个要紧的 是一个决者 因信基督耶稣 我的灵魂能够永远得救 这就是为何 耶稣要特地从高天 来到地上 降世为人 然后他为何要经过 33年半的人生生活 传道医病赶鬼 叫死人复活 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会议世人 悔改吧 相信他 会议世人 悔改相信他 正如主耶稣 曾经呼议世人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信我的人 有永生 什么叫实实在在地 呼声呢 今天我们很少 听见人 用这种口气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很少这样 为何呢 要用到实实在在呢 可以说是一个 很迫切的呼声 是语重心长的嘱咐 这是因为是人命观天 灵魂是很重要 所以主耶稣 还是要拯救普世世人 所以他是一个 很迫切感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他怕我们不信 他怕我们 拒绝神为他 预备的救恩 以致我们的灵魂 就这样 往灭亡的大陆去 所以主耶稣 是那样的迫切 那样的诚恳 充满了爱 赋予我们每一位 不要把信耶稣 当成是 好像是可有可无的 无所谓的 若是这样 实在是眼瞎 主耶稣是很迫切的 好像是关系到 我们的生死存活 好像把我们的生死存活 摆在我们面前 是一个抉择 所以他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信我的人 有永生 永生就是神 永远的生命 当你一相信 耶稣做救主的时候 你一生的罪 得着赦免 你一生的罪 得着赦免 然后呢 神的圣灵 进入你的里面 把神一个永远的生命 赐给你 就是神的生命 露眼看过去 住在你里面 你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一相信 你接受耶稣 就有神永远的生命 然后你有了神的永远的生命 你的灵魂永远得救 因为你的罪得着赦免 为何能够得着赦免 为何耶稣能够说 信我的人有永生 因为耶稣 他来到世上 就是要成为 代罪的高养 他后来为我们罪 给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双手所犯的罪 我们双脚所犯的罪 我们全身所犯的罪 圣经说 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到他爱之耶稣的身上了 神审判我们的罪 就追逃审判在他爱之耶稣的身上 就像我做一个比喻 原来我犯了罪 给判死刑 有一个没有犯罪的代替我 我就可以免去了 耶稣就是这样 罪是我们犯的 罪的刑罚 他对我们受了 他替我们承担了 上帝愤怒的审判 当耶稣给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全人类一切所犯的罪 非常肮脏可怕 非常多的罪 都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 罪是我们犯的 刑罚他替我们受了 所以当我们应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最可以得到赦免 难怪当主耶稣第三天 从实力复活的时候 他宣告天上地上地底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 从今以后信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神已经为世人预备了这个救恩 不是靠你的修行 能如何的修行都达不到神的标准 这是神给世人白白的恩典 无论你有钱没有钱 无论你试之不试之 不需要发一分钱 这是神给人的恩典 你有心有口 只要你心里相信耶稣是我的救助 求主赦免我的罪 你的心悔改 就回转归向主 然后你诚心接受耶稣做救助 你就得救了 你就得到生命了 这就是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永生 谁有永生呢 谁有永生呢 信的人 什么叫信 相信不仅是我内心相信耶稣是救助 我开神祷告 把他接受到我的信 相信带着一个接受的意思 就像有一个人把一个礼物给你 你若相信这个礼物是好的 你就会伸出手来接受 说谢谢 你若不相信这个礼物 爱这个礼物有毒啊 那你不会接受啊 所以相信不仅是内心信 还是把他接受 接受就是开神祷告 接受耶稣进入我的内心 然后你的罪得赦免 灵魂就得救 你就有永生了 这就是神给普世人的恩典 是白白的恩典 我讲一个点证 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 那有一次有一个初信者 他一来到教会的时候 因为他在电视上看见我一些的节目 当时是广东话的一些节目 然后呢 他在基督教电视上看见的时候 哇他就很高兴 那他说 我的先生是末期癌症是骨癌 正住在教会对面 你可以不可以去探望他 我说好啊 在主的讲道 各方完了之后 我就看望他 他说他已经在你主持的节目里 跟你祷告接受主了 那我说好吧 我就跟他去了 他一见到的时候 哇他先生很高兴 啊似曾相见 这样相识 似曾相识 很高兴 然后他告诉我 他已经跟我祷告 我就把福音传给他 长话短说 他也祷告信耶稣 他信了耶稣之后很高兴 那我现在简单说 原来医生说 他只有一个月的寿命 因为已经扩散了 但后来呢 他活到一年多的时间 他信耶稣那段时间很喜乐很平安 一直有神的恩典 虽然有一点病痛的痛苦 但是一直有神的恩典 后来他离世了 他还有受尽 受完尽之后 他离世之前 他的太太告诉我 他妻子告诉我 那个晚上的经历 他说在半夜的时候 他分明突然醒来 告诉太太 他说我看见天上 哇许许多多的人穿白衣 发光的 在那边赞美耶稣 他说太感动了 他说我想去啊 不要留住我了 因为他还有什么掉 这个打地掉盐水啊 什么很多这些啊 他说不要绑住我 他说我要回去啊 我要 我要到最喜乐的地方啊 然后他的儿子正在旁边 他的儿子未信耶稣 他就 对他儿子说 快快信耶稣啊 免得将来 你来到这个可怕的地方 你将来灵魂下地医啊 你快快信耶稣 跟我将来在天堂啊 结果又分明过去 在这个时候 他太太亲自告诉我 他说我由于照顾他太多天 很疲累 忽然间我也好像 有一种力量 叫我好像半睡半醒的感觉 他就看见异象 他说我看见 哇我丈夫在天堂那种 很多人唱识赞美 我又看见第一的佛福 就阴间的佛福 很多人受痛苦 不信耶稣的情形 然后他很地安慰我 丈夫到那边 结果这下子 他丈夫第二次醒过来 又说了 啊我看见天上 是那种喜乐赞美 我要快快加入赞美的行列 联系三次 到第三次 他说他丈夫很平安的离世 离世之后 还有带着一种笑容 好像天使来接他回去 他说连父侍看见都说 啊那个父侍啊 一看见实在就 就真的有耶稣啊 离世都离世的 这样平安啊 他这位姊妹很得安慰 他的儿子 后来立刻信耶稣 变成热心的基督徒 在美国 有一个原来不信耶稣的医生 他盼望用他专门在医治 离世的病人的这些经验 来证明人没有灵魂 但是经过他多年的行医的经验里 最后他信了耶稣 为何呢 在他所了解的政绩里面 他说 许多人离世之前 即便他是财主 政府高官 是科学家 是医生 是平民 若是未信耶稣 离世那一刻钟啊 有的是惧怕的不得了 非常恐惧 有的甚至好像看见鬼来抓他 但是他发觉 所有真正信耶稣的基督徒啊 他说离世之前的病痛有痛苦 但是离世的那一刻钟 很稀奇啊 有的甚至有笑容 有喜乐好像耶稣来接他回去 有的很平静的 在那一刻钟很平静 还有笑容 然后他说 我要开始很郑重来 考虑我的灵魂的归宿了 我不可以这样 让我的灵魂糊里糊涂的就这样去 将来我的灵魂受审判 结果他经过考虑之后 后来相信接受耶稣做他的救助 我再讲多一个例子给你听 在美国 同样有一位牧师 他在教会开完会之后 开完会之后 驾车 忽然间 在上一个天桥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窄 对面 在他前面有一个车 为着避一辆货车 就避一避的时候 没想到那辆货车呢 为着避这部车的时候就冲过来 就迎面撞着他 这个货车迎面 离轨道撞着他的时候 他跑不了 结果立刻发生很大车祸 他就当场离市 当他离市的时候 就大塞车 大堵车的时候 这一下子 在他前面 正好又有另外一位牧师 在那边等着 警察在那边围着 在这个时候 这一个牧师忽然间 另一位牧师 驾载车上 在堵车的车上 他感觉 前面这样撞车的 这样厉害 圣灵感动他 为前面的伤者祷告 所以他就起来 去为前面伤者祷告 但没想到 当他去的时候 警察说 你不可以 他说我是牧师 我想为这个伤者祷告 你可以给我机会 他说他已经死了 你不要来麻烦 他就说 你给我机会吧 我是牧师 我只为他祷告 就立刻离开了 后来那个警察说 好吧好吧 只有你一个 给他进去 结果他到那边 有一个帐篷 有一个缝布 盖着那个尸体 他就把它拿起来 稍微拿起来 看实在很可怕 他就祷告了 祷告祷告完之后 他就唱起诗歌了 他一唱起 何等恩友 没想到他唱起 何等恩友 这是诗歌的时候 忽然间听见 有一个声音唱 何等恩友 也唱起来 原来就这个狮子 活过来 哇 他吓得一大跳 原来这个 撞车离死的牧师 活过来了 他的见证是 离开世间 在天堂90分钟 正好90分钟 他离死的那一刻中 他说他临婚到天堂 哇 他遇见他以往所认识的许多的亲友 还有长辈 然后他在那个喜乐平安 在天堂的时间 哇 好像伊沙拉 原来已经90分钟了 后来天使对他说 你要回去 你还要为耶稣做见证 他就伊沙拉 又回到 又回来的时候 听见有一个诗歌 是他所认识的何等恩友 他也跟着唱出来了 长话短说 后来他送到医院去 经过了好多次的手术 急救之后他活过来 活过来之后 他在教会做见证 他把他走过天堂的90分钟 很感人的见证出来 不知感动到多少人 归向耶稣基督 是的 我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只有 活在地上只有一次 生命只能活一次 我们要珍惜我们的永恒 我们人生最要紧是机会 当今天耶稣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信我的人有永生 有永远的生命 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 相信接受耶稣做你的救助 你的灵魂能够永远的得救 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 因信耶稣 你的灵魂将来可以上天堂 永远喜乐 永远平安 所以我凭着耶稣的爱恳请你 跟我开声祷告 叫你将来灵魂永远得救 今生得到神永远的生命 神成为你的救助 好 现在就开始 我祷告一句 请跟我开声祷告一句 现在开始 闭着眼睛 主耶稣 我相信接受你做我的救助 主耶稣 求你赦免我一生所犯的罪 主耶稣 求你住在我的内心 做我的主 将你永远的生命 和圣灵赐给我 我将一生信靠你 谢谢主救了我 祷告靠耶稣的命 阿们 有关 我们正好 谢谢大家 爹 优优独播剧场合作 偶独播剧场合作